刚才在旁边很紧张很紧张 在旁边其实我的手在抖在出汗 拆出莱尔的线 跟自放 我刚才竟然忘记录就是开床白 因为我太紧张了 没有错啊 我现在躺在这个床上 因为我等下呢 如标题所见 我就是要重新弄过我的双眼皮啦 一定有很多人你们会讲 蛤米思你不是做过双眼皮啊 因为你们这么又重新做过 是因为埋线这个东西是没有永久的啦 除非你们去做那种割 我是埋线的话它几年它就会掉了 那么这次呢 我就选择来到了 Biz Clinic这边 来给医生做双眼皮 很期待哦那个效果 然后Ryan是 等下才拍那个样子给你们看 就是我做出来 他刚才在旁边很紧张很紧张 他一直怕我好像做到很不自然啊 很高这样子 OK 所以 哇 你是谁 那我笑欸 我才这样 你可以高一点拍我吗 高一点拍你 这样子 跟这样子有什么差别咧 我想问 没有咯 一样咯 所以我想问你紧张吧 很紧张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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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你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对比你三年前紧张跟今天紧张 来哥哥紧张 你是没有这样紧张咯 啊 你看 那时候 我去生孩子这样 对 可是 其实还是紧张的 可是我 那时候我再怎样紧张啊 还给你骂 还讲 我弄到你更紧张 我讲我紧张是正常的现象 可是给他骂就讲了 所以我要这样紧张 我现在 你现在还有紧张吗 有 我是紧张 我在外面其实我手在抖 在出汗 然后我刚刚 手在抖在出汗 他跟我讲他一下 你自己讲也行 你很丑 关键是刚刚我手在外面很冷 一直抖在出汗 然后再加上我的电话已经没有线了 然后 我又更抖 因为我什么都做不到了 真的 所以现在你刚才敷完麻药 我敷着麻药 所以你 很贴心的这边 因为他通常 买线我间之后 他是直接打针的 对 他这个先给你敷一层麻药 先打针的时候 没有这样通啊 可是说你的眼睛 怎么化这样的话 所以你最后是要画哪里的 弄哪里的 多高 嗯 OK 等一下你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 我不怕 我不怕了 附队 去这边 也是 人鱼 跟脂肪 你不知道我有一箱 像一个眼睫毛 来 省掉的镜子 这边看起来会有两边 这个表要走一点点 然后这个 很晒 走 OK 各位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 然后再测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眼睛 这个眼睛是没有什么语情 这个有一点点因为我有一点紧张 你要紧张 因为他做这个眼睛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小紧张 所以会比较多语情 他是做你的左边眼睛 右边眼睛先 右边的 可是我是觉得 OK 不错 然后那个过程是不痛的 各位 是完全不痛的 只是可能你打麻醉针的时候 就感到一点点痛罢了 但是 对我来讲是很可以忍的啦 是那种小小的痛罢了 所以你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女朋友了 是不是 所以我 我一直换女朋友啦 我问你 是不是很爽 你一直换女朋友 没有哦 搞成Battern一样的 有什么好 你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 现在他刚刚做出来已经算OK了 是没有讲什么很可怕啊 很流血啊 没有 我觉得手工很好 医生的手工很好 好 耶 然后过后再来 update你们啦 我是觉得 很多人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要重新做过 因为哦 我上一次做买线已经是三年了嘛 然后 双眼皮肋 如果你买线的话哦 它会越来越掉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 的增长 我们的 有没有可能是低吸引力咧 也有可能啦 诶有可能的啊 低吸引力 是啊 然后我们的肌肉 越来越自然啊 我们的肌肉那些会躲 会下垂 然后我化妆啊 那种就不是很好看啊 没有不好看啊 你就 你要化妆的时候是 你就倒立啊 你倒立把那皮肤这样 overdone 拉回下来 一样吗 所以我这次呢 是去到Battern一这边 找他的医生去做的 所以如果里面有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去找他们 今天是第二天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眼睛 嗯 有点 鱼青 在这个眼睛 因为 他跟我说 我做这个眼睛的时候 我比较紧张 因为我们紧张的话 我们的血会 就是 循环比较快 所以就 比较多鱼青在这边 然后这里就这样 我觉得还ok啦 没有什么疼痛感 就是有点紧绷 也就是你看东西 你就要这样子看 我在看东西 我一直 往上看 因为这样子的话 眼睛就不会用 如果我这样子的话 那个眼睛 那个眼睛就要撑开很大力 这样 嗯 Good 然后就是 洗脸啊 尽量避开那个眼睛的部位咯 然后用生理眼水 来清洗我们的这个眼皮 就是放在细细这样子洗啦 就是 放在细细 然后弄湿它 然后轻轻的扫过 我已经预想到留言 一定会有很多人讲 啊 你是你不应该去埋线 就是 比较喜欢以前的你啊 还是说 没有埋线的你是比较好看啊 还是什么的 可是这种东西都是看个人的嘛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喜欢 就是 双眼皮 大眼睛 可能你们会喜欢 就是大眼皮 或者是比较 牵线于小眼睛的 但是我就是喜欢自己有一个大双眼 所以才去埋线 那么很多人会问说 这目标去割 因为割会比较大风险啦 然后 我这个年龄端也不至于到割 因为埋线的话哦 他是说 如果你不要了 你还可以重新就是 拿出来那个线 就是埋线的话 风险会比较低啦 然后割的话就是 一割了就是回不了头了 可是我还是很谢谢各位 就是支持我的朋友 因为有人喜欢 一定会有人不喜欢啦 我已经是expect了 一定会有不好的声音 我也没有提倡去整容啦 还是什么的 这个是看自己的个人喜好啦 反正 因为微诊在这个年代 也是算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水光针啊 Laser啊 也是算一个小微诊的一种 所以不想要把自己变成美美的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涂完了 就是擦完我的眼睛之后呢 我就要去吃药了 然后这个是beautress那边会给的药 这个是黑青膏啊 如果是黑青还退不上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有消炎消肿的药 所以现在我吃点东西就要吃药啦 所以现在我吃点东西就要吃药啦 HELLO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第四天 好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双眼皮的状态 现在它已经没有什么瘀青了 那瘀青已经退了很多 可是现在还是有一点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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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肿啦 不要等它慢慢消肿 可是那个效果是要等一个月这样子才看得到 可是哦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瘦下来的时候 我的眼窝就是凹陷进去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看到吗 我自己有一条线 有眼窝 所以它的眼睛会一直好像不平衡的一样 所以可能过后等我修复了之后 我再去填补我这边的眼窝 就看起来没有这样显老 不然的话这边一直凹陷进去 怎么 可是我是觉得哦 因为我这次做比较高嘛 然后我化妆就可以发挥很大的空间 然后虽然因为我没有接睫毛了 所以看上去比较苍白啦 很期待接睫毛 然后化妆的时候 嗨大家 今天已经是我买线双眼皮一个星期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嗯 我觉得很好看 我很满意 很喜欢 因为我很多朋友哦 就是看到我了 就觉得 哇明师 我觉得你的眼睛已经很自然了 就是很 康复到很好 因为我就是看到很多 就是上网那种案例啊 他们就是整了双眼皮之后 就会很多余血啊 然后 嗯 不对称的问题啊 就是很 头痛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还好我没有这个烦恼 因为我就是 找对的人去做了 因为现在哦 我的脸啊 只是 画了就是底妆 然后我只带了一个lens 啊 如果你们想像我放了睫毛 放一下眼影 涂一下眼线 就已经是很 好看了 因为可能你们现在看到 还是会有点高 因为我才做一个星期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高度呢 如果我化妆的话 是非常OK的 呀 那个成果我很满意 开心 那么今天呢 也是圣诞节啦 然后我多一下子就要跟人去 饿人世界去看 戏 还有吃好料 嗯 我觉得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啊 就给大家看看 我一个星期 后的恢复状况 就是旁边 后面这边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那个 结痂了的伤口 还没有好 因为我抽脂吧 呀 but then overall是非常的 轻松 因为它也不会讲 很痛很痛 我觉得那个疼痛感应该是二 如果十分啦 满分应该是二 还是三而已 就是可能那个麻醉针 一开始 它就可能打针的那种痛 就一点点痛 然后后面就完全不痛了 然后 你讲修复过程 有没有痛啊 其实也 没有痛啊 除非你真的是很大力 一下子揉到眼睛 就是那种黑青的痛而已 but then overall我是觉得 美 为了美 这些痛 算什么 它其实也不痛啦 讲真的 真的不痛 你们相信你是 好吗 好啦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